转载400家号作者,去画少年徐七大昨天的南排式锦赛,中国队第一场零到三岁败给法国队,来了个开门黑,加之亚运会历史最差第九名这一出尔,南排这次被球迷彻底打入冷宫。 据说,在全世界排球普及程度高的国家里,没有哪个国家球迷,对带男女排的差距如此天差地别,当然,在世界女排的强队里,也没有哪个国家的男排实力如此不堪,毫无疑问,境界体育还是得靠实力说话。 中国女排是中国体育的一面旗帜,曾经获得过九次世界冠军,就在三大球比较落后的中国,女排的成绩更加弥足珍贵,学习女排精神,这句口号在那个物质精神文明,都季度匮乏的年代,成为了中国人的精神支柱。 虽然时过境迁,女排的人更换了一茶又一茶,但是精神代代相传,而中国男排则是多年,没有获得过亚洲冠军。 近二十年来,唯一难过一次亚洲冠军还是2012年亚洲杯上,那时候很多队伍还是二队出战比赛,所以女排的成绩和男排可以说是有天让之别。 出去成绩,女排多年热度不减,还要归功于媒体努力不斜的宣传,男排比赛期间,插播女排广告。 昨晚杨梅的做法招来不少非议,而郎平在女排是仅在出征前,多次强调,女排目前的实力就是5到6名左右,但是杨梅打出了期待三连挂的标语,不得不说,这样的标语的确和男排吹败形成了鲜明对比。 但是也将球迷的外,口调得太高,除了成绩和媒体宣传,其一投入也成为男女排差别的重要因素。 由于女排的金字招牌和劳瓶的个人魅力,中国女排的冠名合约,商务合作一直没有断过,有了资金的保障,就对成绩越好。 基层女排的开展也就越顺利,女排已经走上一个良性循环的道路,但是,男排却不同,最近几年要不是中国排鞋的女排联赛,和男排联赛的冠名权捆绑在一起。 估计男排联赛很难受到企业的青睐,男排队员工资更低。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,前中国男排主义复工兵宏敏,年纪轻轻,就选择去这大念书。 你没觉得打球没前途,赶紧转好去念书了,为以后的人生早做规划。 除了以上三点原因,身体素质本身的差异,亚洲人的三大球项目本来就很容易被欧美拉开距离,男子球内项目就更是如此。 所以综合上述原因,男排被打入冷宫已成定居,但是冷宫也并非养老的地方,所以造成现在这种男女排地位失衡的局面,排鞋还需自己找原因。